好 那麼這位朋友他是說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專家醫生 我有牙周炎 那牙周炎可不可以治癒呢 怎麼樣去治療呢 聽說要做根管治療 那麼什麼情況下才需要做根管治療呢 趕快請出我們的這個牙醫博士 黃文谷 黃醫師 黃博士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不敢稱之專家 是這樣子 如果是牙周炎的話 傳統的治療方式就要找牙周病專科 但是他們就會幫你做一些什麼深度洗牙 一些手術治療 但是因為我是在做直牙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這種病人 就是牙周炎的病人 他們到最後牙齒都不好 那其實你在怎麼深度洗牙都沒有用 其實我後來發現其實全部都是因為磨牙 但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我們睡覺的時候會磨牙 我們白天咬牙 睡覺的時候磨牙 所以全世界只有我這樣想吧 那我認為其實全部牙周炎都是因為磨牙來的 所以後來我都給我的病人 給他們帶一個睡覺的時候 帶的那個磨牙 磨牙牙套 磨牙牙套 那個叫Night Guard 那大家可以上網自己查一下 這個東西已經發明可能已經八九十年 一百年了 然後很多病人來找我的時候 以為說是需要拔牙要做直牙 結果我跟他們說你可以試試看戴這個磨牙牙套 結果他們有些牙齒就變好了 當然有些如果已經太嚴重就沒辦法 但是我都認為說只要在差不多十二三歲以後 還是說矯正完後趕快戴一個磨牙牙套 他們牙齒那個破壞的速度會減少 那為什麼會磨牙 請問你有沒有聽過咬牙切齒咬緊牙根 我們以前度過難關 恨得牙癢癢 哀哭切齒切齒痛恨 這五句話都跟牙齒有關係 都跟我們的心情有關係的 那就是半夜磨牙這個也沒辦法控制嘛 對吧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所以就帶一個防止磨牙的這種牙套 會相對來說保護自己的這個患上牙周炎 保護牙齒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你說不要說什麼 我們講夢話 我們翻身 我們做什麼都不曉得 而且有時候做噩夢什麼都一大堆嘛 對 所以大家為什麼連牙醫都不曉得 牙醫都不曉得說其實牙齒是這樣 所以我都說我自己是未來的牙醫 因為我覺得未來牙醫的趨勢一定是這樣子 不然就是可能靠打肉毒感菌吧 因為你打肉毒感菌 你的肌肉就不能動 就可能不能磨牙 但是目前為止 牙醫們都沒有往這個方向在研究 肉毒感菌現在大家都是拿了美容用吧 都想把自己變漂亮一點點 好的 就是謝謝你跟我們大家也教了這麼好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到了拔牙什麼的 真的是會讓人非常之痛苦 而且牙周炎是不是也會讓你的口腔產生一些異味呢 就是味道不出色 因為我們的牙齒在發炎的時候就會有這個異味 所以說你在什麼用漱口水都沒用 大家以為是食物造成什麼食物爛掉 其實都不是的 是我們的牙根的韌帶在發炎 好的 所以從最基本 這又是最簡單的方法來防止牙周炎更加好一些 好的 謝謝我們黃博士 謝謝 好